北韓說金鳴開戰,專家說4月15日最關鍵 B-52,B-2轟炸機,還有F-22隱形戰機,美軍接連派出皇牌武器, 參與美韓聯合軍演。北韓領袖金勝恩終於受不住刺激, 昨天凌晨突然透過官方朝中社,譴責美國近日大叔軍力, 是製造緊張的局勢,聲稱北韓會發動核武攻擊,向美國還以顏色。 又強調問題並非打不打仗,而是立即打,還是明天打, 還說作戰計劃已經獲得最終的批准。 據南韓官方消息,美韓兩國都偵測到北韓用火車將疑似導彈送到東韓, 分析說射程達4,000公里,足以覆蓋南韓、 日本與關島的武水端中程導彈。 而北韓也早在星期二,宣布重開零邊核反應堆, 一旦恢復運作,一年內可以生產6公斤的不元素,製造核武。 雖然目前仍未知北韓打算發射的導彈, 究竟有沒有裝上彈頭? 但美國不敢怠慢,宣布未來幾個星期, 在著有6,000美軍的關島戰區,部署戰區高空導彈防衛系統, 即THAAD,被原定計劃提早兩年。 國防部長哈格爾, 亦直言擁有核能力的北韓, 對美國構成真實而明顯的威脅。 華爾街日報昨日踢爆, 北韓至去年年底發射火箭後, 華府已想好劇本,打算用軍力嚇回北韓轉頭。 誰知初判形勢,想不到金正恩性格飄乎, 擔心會隨時拆槍走火, 所以近日暫時叫停劇本降運。 而有英國的北韓專家, 就說北韓之所以惡過之前, 是因為經過三次核試後, 核武計劃的確有進展, 但相信他們現時的核武, 根本未能縮小裝上導彈頭, 而導彈也未能準確擊中美國。 估計金正恩聲稱的核襲擊, 其實只是做一下樣子, 目的就是與老爸金正恩一樣, 製造一輪打仗恐慌後, 直接與美國講授兼拿援助, 順勢認追國內的支持。 不過,他說金正恩年紀輕欠經驗, 太想證實自己, 成為國內外的焦點, 爆發衝突的機會仍然較以往高。 而關鍵日子就是4月15日, 今日成名授當日。 究竟到時北韓會不會試射武水端導彈呢?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。